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21章的四十节 21章的四十节 好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四十节 OK好哪里 我就是站在台阶上 这个Motion的 under steps 所以这个Motion的 在这里啥意思的老师 Motion这个 Motion字面单独的讲 就是动 Motion 比如说 那个 那个打猎的猎人拿着枪看 Any motion有没有任何的动静 有肉有东西动就是Motion 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 人家做什么科学实验啊 什么什么 然后一进去之后 那个探测影感受到什么东西了 有Motion了 这个叫Motion 东西在动 叫Motion 所以动作动就叫Motion OK 不管什么动 有树在动 有草在动 有风在吹 感受到那个动静 那个就是Motion OK好 但是呢 你要记得这是一个习惯用语 OK Motion to the crowd 常常有这种东西 那个比如说新闻上报道 查查理什么二世国王出来了 Motion is motioning to the crowd OK Motion 伊丽莎白女王现在Motion to the people Motion 这个Motion的意思 就是你从字面上 你可能不太容易猜出来 你只知道动 但是呢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他向大家挥手致意 挥挥手 那个动作叫Motion OK 比如说现在他要讲话了 你们大家吵得不得了 老师进来 Motion一下 Motion to the student 这个Motion我们都能体会 为什么Motion呢 因为通常就是叫大家安静下来 所以Motion to the people 通常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大家挥手致意 这个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出现在阳台上 他跟大家挥手致意 这是一个 习主席跟大家挥手致意 第二个是 他的挥手呢 是叫大家安静下来 他要讲话了 通常在安静下来讲话的时候 会Motion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Motion to the people Motion to the ground The crowd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不是说是像大家 就是动一下动作 要安静下来的意思 所以要静默 对 可是通常不会 我不会肩膀动一动 叫你们安静下来吧 屁股扭一扭叫你们安静下来 因为你 这不寻常嘛 对不对 不会伊丽莎白女王扭扭屁股 然后大家就安静下来 No 通常Motion的方式就是挥手 或者是手做那个动作 就比如说或者是往下压 或者是我不晓得 反正那个习惯的手势 就是挥一挥啊 叫大家不要讲话了 我现在要讲话了 老师有时候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Motion指的就是 基本上我们约定俗成的 就是手动一动 挥一挥 然后你们就会安静下来 这样子 挥手 挥手 所以你中文大概就是翻成 挥手吧 但约定俗成的有两种形式 一种就是大人物出来 大明星出来 刘晓庆出来 跟你们挥挥手 这个也叫Motion Motion to the people 那如果他是要讲话的时候 也会用Motion to the people 他现在叫你们安静 哎你们大家让我说话啊 我有事跟你们说 这也是Motion to the people 嗯 这个翻译不出来 是不是老师第二的 就是 就是这个动作 就是显示出来 嗯 你看他的中文翻译 就是像百姓 摆手 就是挥挥手 或者是 我不知道你用中文翻译 可能说他跟大家 做个手势 嗯 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right 这个是一个习惯用法 这是一个习惯用法 Motion to the people 比如说 The teacher motion to the student 然后你看上下文 And then she started to speak right 他挥了 他向学生挥手 然后他就开始讲话 那你就理解 他那个挥手 不是像英国女后 那个刘晓庆那种挥手 他这个意思 就叫大家安静下来 所以老师接着就说话了 好 看一下上下文 Yeah That's right 谢谢 That's right